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怪臺 如此的淋虐亞洲 東亞一變又一變 葡萄桑颱風也看要散了 沒死透 就要二度登陸上海 而日本韓國更慘 你現在看到是日本的能登半島 年初記得嗎 那一場地震震災還沒復原 災區的雨水又來肆虐 災民他們哭喊 為什麼每一次都是我們受害 對 這個颱風造成很多的傷害 這裡是哪裡的 這裡就是日本的能登半島 還記不記得今年年初的時候 因為強震導致300人死亡 強震之後呢 他很多的房子其實都怎麼樣 都已經被摧毀殆盡了 大家住在哪裡 住在組合屋裡面 只有幾戶人家 他還有自己的房子 結果沒想到 組合屋有辦法抵擋這些豪雨嗎 沒有辦法 怎麼又是我們 然後呢有一些人呢 其實你空拍來看 一片汪洋 那剩下的有些人的房子 已經是勉強可以住的時候 你在這種情況之下可以看到 這個畫面 導播我們來看一下 他這四個住家 竟然是直接活生生的 被這些豪雨變成了洪水給帶走 然後帶走的情況之下 你看到他就 砰砰砰砰 就整個就被掀起來了 好 那掀起來的過程當中呢 有一些人他是怎麼樣 他是趕快要逃到這個屋頂上面去 要躲 那為什麼躲到屋頂上去 因為這個水一直上來一直上來 我們來看一下這屋頂的 好 畫面來了 他們躲在屋頂上面 可是這個空拍機拍下去的時候 原本是躲在屋頂上是可以安全的 為什麼 因為他水位沒那麼高 可是呢來不及 沒有人去救援他們 結果等了幾個小時之後呢 整個房子被沖毀 所以你在屋頂上你是不是安全的 你不是 因為當你的地基被沖掉的時候呢 你的房子一起 站都站不住 而且最可怕的一件事 你這畫面後面還有 你知道嗎 這個後面下去之後呢 這個房子變成是一個兇器 因為他們在水裡再服再省的情況之下 又被他們這些裡面的一些家具 家具給打到 所以這個東西來講的話 對能登來講 他們真的是覺得怎麼會這麼可怕 另外來說看這個黑布峽谷 它非常的有名 比如說它的觀光列車 一般來講 搭火車就是每一站每一站下馬 可是那黑布峽谷這邊的話 它有一個比較長的一個觀光列車 然後上面有一些可以吃飯的東西 所以非常的有名 可是你看喔 也是因為好雨 所以那些土石流現在砸進去哪裡 砸到了這個隧道裡面 幸好這個火車緊急的煞車 沒有衝到隧道裡面 如果它是衝進去隧道裡面 然後土石流又陷去的話 那你不就是活埋在隧道裡面嗎 所以這個來看在日本能登這一塊 這些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慘烈 所以我們現在講到的是葡萄桑 它已經化為熱帶低壓的餘孽 還在這個地方四年遠 它很恐怖的是 就是中國上海 上海它兩度登陸耶 沒死透兩度登陸 然後終於死了 慢慢變成了熱帶低壓 居然重創日本的能登半島 還沒完 南韓也很慘 南韓也非常的慘 它熱帶氣壓以後呢 它變成說非常非常多的雨 它的風沒有那麼強了 可是它雨非常的多 你知道嗎 在南韓這個地方呢 它竟然是200年一遇的雨水量 怎麼意思呢 平常一個月的雨量 它竟然在一個小時之內 聚集啊 你想想看一個小時 感覺像是打開了一個水龍頭 一直灌一直灌一直灌 你再強的一個地下排除系統 都沒有辦法排除掉 好 另外來講釜山 釜山這邊的話 這個畫面看起來 也真的是觸目驚心 人家講最近新竹有這個工地 有天坑嘛 它這個天坑有多大 是它整個貨車 貨車後面還有另外一個小轎車 兩個一起掉進去 這代表什麼意思 這麼大的天坑 它長寬是非常的多的 所以代表說 它的這個豪雨啊 已經把地基給掏空了 掏空完之後呢 你隨時你開車或是走在路上 就像是什麼 地雷一樣 你不小心一碰到 天坑砸下去 人就掉進去了 好 我們就要講到 這個葡萄桑太詭異了 居然二進二出 眼看就要閃了 沒死透 又二度襲擊上海 上海人不被嚇傻了 上海人講說 你走了就走了吧 我送你離開 你怎麼二次登陸 二次登陸 它六個小時 下了三百公里的雨量 你知道嗎 以上海來說的話 他們一年來十二個月 最多的月份是六月 六月它一個月 是一年裡面最多下雨的月份 它一年一個月 也才下160公里 你六個小時 就下了兩個月的量 那你說這個地方來講 上海浦東 是不是最豪華的地方 夜生活 夜上海就在浦東地方 你看大家看到這地方 你還可以看到到 它的夜豪華 夜上海的豪華嗎 大家就在水箱澤國裡面 你永遠看不出來 那些豪氣啊 一些美麗好 這個地方來講的話 我覺得這個影片看下去 你真的會哭了 公車司機打四箔在開 為什麼呢 這個真的很尷尬 因為水已經淹到你半身了 但是呢 你車上還有人 他們說搭公交車 怎麼變成公交船了 你在車子裡面 你也要穿上雨衣 你也要打好雨鞋 為什麼呢 因為水淹得太高了 那這個東西來講的話 你不要看這個畫面 好像很有趣 其實這非常的危險 因為在行事時中 如果到最後失去了這個抓地 可能連上面那個人都一起被沖走 好 這個是在公車來講 你說你不要出行 那我待在家裡安全 沒問題嘛 這個是什麼 露台變成了無邊際游泳池 這個是他們的 這是他們家的豪宅 豪宅有個露台 這露台看過去 是非常漂亮的 可是你知道嗎 因為雨下的太大了 所以呢 它的落水頭 根本就已經堵住 堵住的情況之下 這個水 你不把它給清除掉 它會跑到房間裡面 所以呢 這個大叔 大大爺 它得要冒著生命危險 自己站在這地方搖水 很多的鄰居就說 別搖了別搖了 你弄一弄 如果不小心 你掉下去怎麼辦 那雨太大的時候 你的住家變這樣子 那遊樂場呢 遊樂場來講 小朋友最喜歡去的遊樂場 你可以看到 只是一些比較高的地方 這些遊樂設施來講的話 完完全全是配泡在這個泥巴裡面 這個就算水退掉 也不知道要幾個禮拜 甚至要多久的時間 才可以把這些東西給清掃完 好 看完上海 好 很好的上海變成這樣子 你說河南呢 河南更慘 河南的基礎設施 原本就不高了 不強的基礎設施 你看變成這個樣子 非常多河南的網友 拍了一下影片 然後抱怨一件事情 他就說解放軍 你要來救救我們啊 政府怎麼不見了 他說 過去來講 這種河南 已經不算是一線城市了 所以很多人 弄了一些小違建 政府馬上來猜 煙成這樣子 你怎麼都不來猜 更可怕的一件事情是河南 他有一個很重要的任務 是什麼任務 生產糧食 對 它是很重要的糧倉 對 它是糧倉 然後呢 你看它的糧食產量 全國第一 全國第一什麼意思 它的單位產量是全國第一 它的總產量也是全國第一 當你淹成這樣子的話 你想想看 你接下來會遇到什麼狀況 你會欠收 欠收的話 你會變成 大家吃不到東西 又有災荒 所以這些來講 不只是極端氣候 甚至在這種情況 你可以看到河南有民眾 在雨中 洪水中怎麼辦呢 只好繼續騎 你不要以為他在拍影片 他這個手放在下面有沒有 其實他是騎了一台電瓶車 我也覺得很神奇 這個能騎啊 習近平說 中國人的犯法牢牢捧在手掌心 前面是人禍 再來連天災 老天爺都不幫忙啊 所以坦白講 如果我是中國人 我什麼都不會相信的 我直接就會跑到產地 跑到地裡面 自己去割麥子 自己去割西瓜 自己來吃 但你不知道 等到中國人 如果要跑到產地 就會發現 完蛋 為什麼 因為產地怎麼通通都沒有 因為他們現在不是講 南遭北漢 南遭北漢嗎 北方中有什麼 有玉米 玉米 不好意思喔 太陽太大了 啪咬的都尾去啊 整個延後 我們講才能夠收成 就南方呢 你以為想要去吃這種 好吃的稻米啊 對不對 不好意思喔 整個都已經被洪水沖走 所以以前習近平 最愛講句話說 哎呀 糧食安全 就是我們的國家安全 糧食安全 世衛國家安全 你們現在國家有危險了 為什麼 因為整個糧食出現大危機 極端的關係 而且甚至是我們講 這是天災啊 但還有人禍的部分啊 中國是不是 常常傳出說 淹水淹水 結果後來發現說 根本不是因為 雨下太大是什麼 是因為官方 整天都在洩洪 比如說以這次為例好了 湖南 總共有87個水庫 他們講中國恐怕是 數以萬計的水庫喔 每個都跟核彈一樣 危險為什麼 87個無預警 同時洩洪 結果你現在看到的畫面 它全部的水可以全部倒出來 結果你知道下游發生什麼嗎 動物農場 直接被淹死 然後人的家裡的家破人亡 各位你現在看到的 就是農場的畫面 拜託啊 哎 你看那什麼 那豬子呢 全都泡在水裡面 全部都會煙死 所以導致說 民眾呢 只能夠怎麼樣 政府不救我們 我們只能自救 有一個女子呢 就是這樣子 他就開車開車 然後過橋下 就過這個水寒洞 就水了 淹上來了 淹上來 你看這個男子很英勇喔 說來來來來 我來救你 他直接用手 就把這個車窗 有沒有看到 徒手把車窗 先敲碎 用手敲 再整個撕下來 把這個女子給救出來 而且不只是這樣 他們講說 泡水車問題 太嚴重了 所以中國各地 現在怎麼樣 他們說以後我們造水喔 要有一個新方向 中國是不是最愛宣揚自己的兩棲登陸艦 那我們以後乾脆坐這種兩棲登陸車 會游泳的車子好了 否則我們實在不知道 連吃個飯都變流水席了 看到這個地方觀眾朋友 習近平最擔心的事情要發生了嗎 今天在中國的各大網路還有新聞網站 都在報這件事情 三峽大壩傳出11孔全開 我們就不禁擔心2020年 這整個三峽大壩長江沿岸大淹水的那個噩夢 要捲土重來了嗎 開始有一點那個氛圍了 湖北的山堤整個發生了嚴重的滑坡 洪水像猛獸一般的往中下游失控奔去 會不會傳出更嚴重的災情啊 現在中國大陸的長江上游中游下游 難道要重演古代的雲夢大澤 以及2020年讓水淹一片水鄉哲國的夢魘了嗎 你光是看到三峽大壩洩洪的這個景象 有多麼震撼你就不難想像 哇 中下游地區的這些各省市城市 經過的這個長江流域不就慘了嗎 老天爺下狂雨下大雨是全境市無差別的肆虐 兩個重災區 一個河南一個陝西 我們一個一個帶你看進去 那你來看看河南這個地方 我們之前在講說南撈北漢 北漢包括了就是河南 它其實都大漢 那個我們大部分大家看這個畫面 對不對 熱得要死地板多多燙 是 當時他們要接水管想辦法去澆水 這個是一個月前的河南 這個是雙分割 左邊是乾了個要死 才是一個月前是這樣 右邊呢 居然玉米田變玉米海了 是 所以你看到現在的河南 它那個玉米田 本來上個月它想要用水管澆水 結果沒想到現在是被水給淹死了 那你不要想到說河南在北方 長江會經過 我跟大家講 河南跟湖北它有交界處 很抱歉 長江經過的地方 河南的南方省份跟安徽和湖北交界處 就受到影響 所以大家會覺得河南怎麼會受到影響 當然長江經過那邊 和湖北跟這個安徽的時候 河南就會碰到所當其衝 我問你這個畫面看了讓人觸目驚心的理由 你想說人又沒怎麼樣 這裡又不是住戶 錯 河南是中國非常重要的 糧倉 五倉 而且是人口破億 超級大省 那你想想看長江現在三峽大壩 他每秒卸出這個49,220米的這個 每五分鐘就卸一個西湖的水漿 那現在他們這樣把這個農田 還有這個玉米田灌水 結果沒想到 老人家為了守護河南的這個糧倉 不斷地去避田地排水 還要想盡辦法救備現在被淹水的農田 而河南的玉米佔全中國8.21% 排名全中國第六名 可是現在你看到 暴雨灌進了 連這個農民都受不了 他們也屠呼覆覆 因為向前喊 怎麼辦 現在從乾旱到淹水 水太多了 那水太多 還有會影響到自身的生命財產安全 在河南還有兩名這個母女 他們發現雨勢越來越大 趕快下樓坐電梯去看看自己的停車 這個愛車有沒有問題 查看了一番之後 沒問題要走了 結果他們去搭電梯 結果這時候雨勢出來很猛 灌進她電梯裡面 你看這個母女怎麼辦 天啊 我們下個樓 在電梯裡面難不成就要淹死在裡面了嗎 這個畫面是電梯車廂裡 你可以想像 你每天上下樓上下班的那個電梯 變成水牢一步一步 到膝蓋到腰 如果到肩膀 我就要滅頂了耶 可能就沒有呼吸的地方 這是他們當時拍下的畫面 你剛剛看到其中那個住戶拿著那個手機 他想要聯絡外界救援 可是偏偏電梯裡面的信號不好 後來過了一會兒的時間 終於聯絡上物業公司也緊急來救他們母女出去 差一點就像剛剛俊下我們在講的 這兩個女子就滅頂在電梯裡面了 但是提醒大家水災火災地震 絕對不要搭電梯啊 這個是河南第一個重災區 第二重災區更慘 在這個古鎮陝西省 這是什麼樣的地方 山洪爆發變成全中國最慘之境啊 對 這個是在陝西的一個古鎮 因為山洪爆發之後雨量驚人啊 沒有想到他們因為民眾嚇到了驚慌逃命 到處去跑 還說洪水下來了 洪水下來了 快跑 洪水還衝斷了當地一處的鐵路橋 你看看在這個夜色煙滬之下 而且那個車子一步一步再浮再沉 是 而且有一輛官方巡查的工作人員 他們在騎巡查線的這個路啊 這個線路機車 沒想到就在這個時候碰到了意外墜河了 而且在陝西寶基這一段 你剛剛看到的是鐵路橋整個墜河 讓大家看得觸目驚心 在寶基這一個地方啊 完全被泡成一片 晚上民眾去發現的時候呢 那個河流這個溃溃溢的整個溢出來 石壩河它就引發了這個洪水 壩堤被沖滑 下一秒你看它旁邊的這個路面 沿著路面的車輛 有人說看到被沖走大概20輛以上 這個說明什麼 這個畫面說明什麼 告訴你 這個水這動態的湧進來 也就是你根本一個 猝不及防的情況之下 要是我知道水慢慢找下來 我牢牢找我就把它移走了 是 所以20輛車就這樣子 根本來不及 在民眾眼睜睜看的情況下被沖走了 更誇張的是在寶基體育場那邊的河堤啊 整個車輛全部都衝進去了 你看到沒有 這個車輛就跟一輛一輛的這個小汽車一樣 被整個大洪水灌入了這個泥流當中 完完全全衝走 有些人想說我辛苦攢錢 好不容易才付了首付的車 這樣子就開始心愛的愛車被沖走了 怎麼辦呢 接下來這段畫面 請大家仔仔細細的把我們看進去 看仔細 為什麼一堆泥人在那邊 你拉我 我哪裡 這是一個生死瞬間的現場 因為民眾要自救還得互相幫忙 這也是看到當地有民眾 他掉到這個水中變成了這個泥人 因為是往這個河水滾滾衝來 而且到處都夾帶著泥漿泥沙 那民眾紛紛相互說 我救你 你救我的這樣子 互相人積己及人膩己膩的這樣子 彼此持緣 然後把彼此都撈上岸 這個時候你不救他 下一秒搞不好你會遇到什麼不測 所以用畫面上紅圈圈起來 這個地方 有四五個人在那邊 想辦法把這個人救出來之後 你看他泡到水裡面 全部都像一個泥人似的 非常狼狽不堪 但是性命要緊 對 這一些民眾想辦法救到他們之後 趕快離開這個洪水滇滅的地方 到安全的地帶去躲起來 再來我給大家看的是 今天晚上最兇猛的洪水現場 這個是哪裡 住在這個地方 光看那個水你腿都軟了 你看到陝西省的西安市 它有一個這個長安江 長安河的這個發生變化 你看到沒有 這個洪水暴漲的這個河四驚人 影響到什麼 影響到它中下游後面還有這個黃河的湖口瀑布 尤其可能對這個沿岸兩邊的這個居民 造成非常嚴重的影響 雨繼續下 洪水繼續洩洪 那下游怎麼辦 首當其中就是湖北了 那當然 湖北這個地方 剛剛講兩湖地區加上安徽地區 就是可能長江中下游流域經過會倒霉的地方 結果沒有想到 這是什麼現場 這個是山體滑坡 滑坡的面積 它的體積高達80萬立方米 而且沖毀了當地1200米的大概村級道路 那也造成了這個好幾個地方嚴重的交通阻塞 然後居民啊 驚慌的這個逃命啊 這個也是造成當時很害的帶動這個大塊的山體 整個往下滑 所以這個是在湖北當地發生的一個 整個你可以說土石流域 山體滑坡 這都是這個整個雨量和太多的水量造成的 好精髒 你看這個白色的S型 那個都是環山道路 跟著非常止不住煞車的一路下去了 最後給你看到的是 這是天災 還有人禍 眼睜睜的 大陸的救難人員 熱心的人很多 可是我們憤怒的是那種擺拍的 非常可惡 還有更可惡的是 見死不救的 對 首先要講 剛剛我們給大家看的是民眾自救 熱心的民眾 還有熱心的一些官方的救難總隊很多 但是偏偏在這個地方 可以看到有兩名公安 再在視頻上引起眾怒啊 這兩名公安人員看到一名民眾落水的時候 想盡辦法要應該去救他才對 而這兩名公安不疾不虛的走下去 似乎也怕鞋子弄濕 結果你看到這一名落水的男子 想盡辦法也要靠近這個岸邊 讓這個兩名公安可以救到他 可是兩名公安就不知為什麼 就突然鬆手了 鬆手的時候 眼睜睜看著這名男子被沖走了 就被整個洪水給沖走 你看到這個畫面 你會不會覺得太過於殘忍了吧 不是 這個你可以知道 他們好像釋除藥救他 我覺得這是出自於合理也合乎邏輯 可是他被沖走之後 你看兩個人那個步伐 就是慢慢慢慢的過去 他不緊張 他也沒想到拿電話來求救 所以我覺得不疾不虛 是你們的SOP有問題還是怎麼樣 那如果救援不到 你也不要擺盤成這樣 難怪大家會不高興 正在陷入了水火地獄之中 洞庭湖怎麼辦 一個禮拜的一開始 我們看到全中國 請全國的力量 搶救洞庭湖這220米的大缺口 補得起來 我信 補不起來 那不就全中國要大炸鍋了 好 所以現在全中國的焦點 都在現在湖南洞庭湖的 華榮縣團宗院的這樣的一個 決堤的提口處 你看 我現在講了 華榮縣的這個團宗院 它其實是洞庭湖的定線的 合堤的防堤處的 防堤的所在處 那現在因為它本來 一開始的缺口並不大 可是這個缺口 你沒有在第一時間 做最有效的防堵 那麼這個缺口 它就會產生骨牌效應 其實在6月17號的時候 洞庭湖的湖面 是1100平方公里 在左邊這張圖 可是右邊呢 右邊6月30號 僅僅隔了13天後 它竟然湖面擴張成為了 2570平方公里 擴張之處導致了 你看右邊那張圖 對 就這個 就這個 我們講畫的這個區域 全部被淹了 全部被淹 那有人去畫了一下 大概是差不多 13公里跟5公里 但是其實 如果照這樣算起來 是60幾平方公里 沒有 他說目前淹的地方 大概是48平方公里 但你還持續在擴大 而且水深5公尺 當那個絕口 一旦絕堤的時候 當地的人一定要先撤 可是沒有想到 現在這個湖水 一直往裡面倒灌 現在越撤的人越多 都是數萬人在撤 好 我就來回頭講講 你剛才已經看到 48平方公里那個地方 是在17 13天 半個月就整個被淹掉了 為什麼會犯這樣的 一個低級錯誤 我來給大家看 你知道那個絕堤口 當時我說的那個10米 你知道他們怎麼賭嗎 我把這個畫面不給大家看 他們竟然派那些工人 開車 然後那些卡車上面 他就載黃沙 對 就這樣 載黃沙 然後再 就是 來觀眾朋友先看這個絕堤口 你們覺得幾公尺寬 我說10公尺 坦白講還高估他了 我覺得根本連10公尺都不到 在這個情況下 本來是有救的 你知道拍攝影片的 很多當地的居民都講 我覺得應該是還OK吧 結果沒想到看到官員 用他們所謂的 讀口的方式他傻眼了 什麼 就是在這些細黃沙 然後卡車司機 在最後一刻跳車 然後整個卡車下去 好 你現在看 是不是兩台卡車 還刮那個橫幅 接下來你看卡車變什麼 什麼樣的結果 我跟你各位講 你真的覺得兩台卡車 上面載細細的黃沙 有辦法堵住那 1100平方公里洞庭湖的水量嗎 你有沒有學過物理 好啦 兩台車就全部衝走 我來引用一下那些 當地居民怎麼罵 他說你們是沒有看過 古代怎麼防敵口的嗎 你是沒有看過要用沙袋嗎 而且我跟各位講 根據報導 你知道湖南縣政府 他用了多少錢去修低 跟準備這些我們防這個 核體的這個儲置措施嗎 381台幣 花了這麼多錢 結果搞成這樣子的一個防洪 381你連沙袋跟石頭都買不起 好啦 車子也被沖走了 提告從10公尺變100公尺 變我現在講話的同時 270公尺 我不知道他還會破多大 結果主持人 我再給你撥個畫面 正真的當地民眾 你就會為他們感到悲嗆 官員有做事啊 你看公安還在拍 記者還在拍 做什麼事 你們不是要殺嗎 不是要毒口嗎 我們幫忙挖啊挖啊挖 他在挖什麼啊 你去看是在慢動作嗎 沒有 我是用正常速度播放 他怎麼看起來像慢動作 擺拍嘛 救水救火都是救急 你卻用那種慢動作的速度 在那裡挖那個沙子 沙子已經不管用了 還用慢動作 這些官員腦袋到底在想什麼 那好 軍方呢 軍方也有提供援助 援助什麼 石頭嗎 援助沙袋嗎 不是啦 他出動一個無人船 無人船要幹嘛 你要無人船幹嘛 我現在堵出破口 已經10米變成220米了 對啊 數萬人已經都快要滅頂 他說我出動無人船要幹嘛 他說我要來測一下 這個水墮車 我該不是說了嗎 就5公尺嘛 你測脫身是要幹嘛啦 好啦 民眾遇到這樣的官員 或遇到這樣的一些 救洪水的方式 怎麼辦撒宴 自救 來 我們來看 滾滾的洞庭湖的湖水泛濫 然後整個燕末市區 到整個倒灌 這個裡面是什麼啊 全部都是牛 對 但很慶幸還活著 坦白講人也沒有辦法背牛 就祈禱你牛自己會不會游泳 你看旁邊有那個主人在喊 這個畫面 快 趕快去高處 趕快去高處 還好這些牛 是 似乎聽都懂人話 似乎知道要保命 似乎會游泳 淹沒數千公頃 牛都快不飽了 嚇死了 而你看看到了 破到220米 只都止不住的洪水 我們講話的此刻 分分秒秒淹進村莊 更雪上加霜的是上游 上游的水庫 現在也不得不放水了嗎 是 湖南真的是 烏漏屏逢連夜雨 現在不是這洞庭湖的團舟院缺口啊 你連酒崩水庫 你看那麼多人在那邊 你去看畫面的中間 你有沒有發現有小小的 那個鑽鑽細流的水 從上面流下來 你說那水應該還好吧 跟剛剛的洞庭湖比起來 那真的是小屋間大屋 不是 你要知道這是霸體 霸體出現的裂痕 對 如果它有裂痕 如果它崩了的話 那不就等於更恐怖的潰堤了 對 那不就跟 剛剛我們講了 從10公尺 可能會變成100公尺 變成2202 變成270 好 現在周遭的 這1000多位的居民 都已經撤離了 但是如果這個霸體 你沒有辦法在第一時間 把它給堵住的話 看他們是不是有他們 足夠的這樣的一個設備 去堵住它的話 告訴你下游2萬1000人 全部都要撤 好 那我們把鏡頭移到山東去 山東也很慘 山東慘 大家一定會記得 之前乾旱很慘嘛 結果怎麼現在變這樣 才短短一個月 山東一個月前鬧乾旱 大家還在那裡求雨 結果現在雨不但來了 但來太多了 多到 我把鏡頭移到山東幾寧的市水 你看這邊的市水線 中側鎮故縣村 一樣也是絕體 河道的一側土方塌下 我跟你講 這個畫面剛好讓大家看 那個土方塌下的瞬間 我想給大家看什麼 這種的衝擊力 你認為用黃繫沙跟卡車去堵 有用嗎 河堤上線拉了警線線 希望山東四水這個絕體的地方 並不會重蹈 動停符的覆測 極端氣候之恐怖 人人都無法自保 所以水火地獄 我們只能自求多福 再來我們看到今天大暑之日 節氣最熱的一天 我們等著颱風步步進逼防台 可是中國呢 他們擔心的是 豪雨洪災何時停止 中國陝西大橋才完工6年 說垮就卡 11個人死亡 超過30個人失聯多驚悚 四川洪水衝進家門 8個人奪命 有為數不清楚的人數被衝走了 更讓人擔心的是三峽大壩 我們本來以為 2020年那一次11孔全開 再沒有比這個更大洪水 沒想到現在傳出 它居然開12孔 我就問 是要讓已經泡在水嶺 當中下游這些居民 要他們逃到哪裡去 我們現在來講 凱米颱風的最新動向 因為它現在的路徑有往西偏 所以氣象局認為 它對台灣影響最劇烈的 就是在本週三跟本週四 而日本的氣象廳是指指說 這個颱風一定會登陸台灣 那當然是否呢 我們不知道 但所有全台灣的民眾 都要小心防災 因為它的強度 目前預測是7級的中度颱風 那另外一個颱風 我們說的雙台另外一個 是我們台灣叫巴比倫 但是在中國叫派比安 這個颱風現在已經在7月21號 於中國大陸的海南已經登陸了 好 那現在它的這個方向 逐漸的要往他們的廣東 以及西南沿海高階 現在很多人就擔心了 因為你今天的這個派比安 是在廣東跟西南沿海 那如果我們剛才所說的凱米 從台灣的東北角 濾過之後 直撲中國就會往福建跟浙江那裡去 那還得了 小觀眾朋友 現在整個中國已經全盡在防洪 全盡在治災 如果兩個颱風在給我拍打上岸的話 那我不是更沒完沒了了嗎 那我們特別要先講三峽大壩 因為三峽大壩在長江的中上游 因為水位過高 導致它現在不斷都在洩洪 之前我們說歷史上的紀錄是在 在2020年7月它11孔全開 而前幾天我在報新聞節目 跟觀眾朋友報告的時候說 它已經三孔 四孔溫水煮青蛙的 在把它的水洩洪的這個孔道打開 講到今天 各位 現在有消息傳出 說它已經是12孔全開 我先跟大家講 這個是為什麼叫傳 因為你沒有辦法確定 官方是不告訴你的 官方坦白說 也就是他們洩洪通常都 神神秘密不講也是下游的人 才會這麼這樣的一個怨聲載道 那因為三峽大壩 它所有的河域與空域 禁止無人機去操作 所以你也不知道到底有沒有 神秘之境 那我問你 是 2020的11孔 我們已經以為是 火力全開了 結果現在網路盛傳12孔 它到底排洪的這個孔徑有幾孔 其實後來我去查了一下 才發現它原來有23孔 好 觀眾朋友 歷史紀錄是11孔 現在已經傳出是12孔 看來這個三峽大壩 它所能夠承載的水量 早就已經超出了一些安全的上限了 那不安全會怎樣 各位 我剛才說的 洩洪下游的民眾 自然就會倒楣啊 先來看看陝西 陝西目前根據統計 已經有17萬人受到洪水的災難 而受到採損與流離失所 先看陝西的商洛市 一個高速道路的夜間畫面 怎麼那麼多車子 在高速公路上面全停下來 這不是停車場 你不能停車 那你為何不前進呢 搞了半天 原來他們說前面有很多車被吸走了 吸走 什麼東西被吸走 對 怎麼會被吸走 好 白天畫面一公佈 大家都知道 我的天啊 終於知道為什麼剛剛停在那不走的人 會說 小心啊 前面有人被吸走 因為前面的橋 攤了 各位 這是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竟然可以端一節 攤在那兒 當然前面的車一開到那兒 蹦一下 就好像被黑洞吸走一樣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的 這個是下面的江水 滔滔不絕 看起來也沒有很湍急 怎麼一節就這樣斷得整整齊齊的呢 對啊 這是豆腐扎工程 這已經不是問號 這是事實擺在你面前 它的這個跨度 它的長度是40公尺 你看有多少車掉進去 目前根據統計 大概有25輛的車追合 網友發怒 怒喊 天災就算 竟然還有人禍豆腐扎工程 導致25車掉進了黑夜的河面 好 那剛剛看到這個是陝西 陝西這麼慘 其實你到市中西去看 一樣所有的建築物都在水箱澤國之內 你去看這個建築物 你現在看那個洪水 這個是在市區水可以這麼湍急 你看那個洪水 它就好像是滾滾的這樣子 萬馬千軍萬馬這樣子奔騰而來 為何我要說 水箱澤國 你去看那個扛棒 大家看那個扛棒 那一樓已經不見了 已經不見了 你住一樓的人 你要是沒撤離 你根本現在出不了門 現在的水是已經要直奔二樓了 這是陝西為什麼現在它的洪水 依然無法完全退去的原因 就在於我剛說中國大陸的兩個熱帶器源 還在外圍環流的影響 根本沒有任何要削弱的感覺 看完了市區 我們再來看另外一個 河堤邊行水區蓋房子一定要小心 不然不 垮了 我跟各位講 其實我相信屋主當初蓋在這河堤邊 他也不覺得土會被拋空 但是這次水量太大了 一夜通常都是下一兩百的這個 毫米所以很可怕 另外我可以看這個畫面太驚悚了 你知道那時候我在找這個畫面的時候 我說真的我找了好多資料 我都沒有辦法確定 到底那是河道還是道路 你分不出來啊 但我覺得看到旁邊因為有建築物 我認為還是道路 那如果是道路就比河道可怕了 你誤入河道而淹大水 水位上升被飄走是理所當然 如果是道路那兩台車駕駛 還好可能的蛇沒有在車裡面 為什麼我一直播一個停車場的畫面 因為除了你在道路上行駛 莫名其妙水都 車子都可以幫你沖走之外 還有這個 這個停車場 為什麼有那麼多的救難人員圍繞在 車道的出口 圍繞在剛剛那台黑色的車旁邊 因為這個停車場呢 它叫做陝西寶基的翡翠城社區停車場 那時候他們民眾一聽到說要淹水 就趕快下去想要把車子給推離 或者死離以防被淹損壞 沒想到有一位車主就正在 以那台黑車都已經要出 停車場了喔 突然這時候噗石流噗 這樣目擊車這樣噗這樣請線而出 他們說那個駕駛還在車裡面 很不幸的 所以救難人 對 所以救難人現在 雖然不確定到底他這個生死怎麼樣 但是就是一直在旁邊圍繞那台車 但我認為是兇多吉殺 好 我們給大家來看到 剛剛那個橋才六年耶 一整段 說斷就斷得乾乾淨淨的 再來看到四川雅鞍 我們叫他靠山 這個地方洪水一進來 你逃來不及逃 八條人命就這麼被收走 那個瞬間發生什麼事了 四川的地形 當然跟陝西又不一樣 因為四川地形 都是高高低低 都是三層 我們來看這個土石流 你可以發現整個山體 在大雨不斷的沖刷之下 它已經出現山體崩塌 這些大量的土石流 你看我才在講話的同時 你只要遇到高低差 有坡度的 那個沖力 我們講重力加速度 來的真的是非常的嚇人 下面的房子 我告訴你 真的 你只要是被它掃過 那無一幸免 四川仰安是這樣 陝西是這樣 還是我們講到的 華中這次最慘 河南 河南也很慘 河南的鄭州 隆海高架橋上 高架橋還在淹 還在淹 跟主持人報告 高架橋 我應該一開始不要 你搞錯 我應該一開始不要跟大家講橋 就是高架橋 你會以為是河 這是高架橋 好 我跟各位講 那它下面不是沿蝉 沿蝉 我跟居然報告 其實坦白講 我不知道你排水系統是出問題 還是根本就是排水系統 也無法附和這百年洪災 你看所有的車子經過 就全部就是 那考驗你開車的技術 還有考驗你的運氣了 好 看完了這些高架橋市區 土石流或者是在三角下蓋房子 都無一倖免 不過你真以為在市區就安全嗎 市區移到開封 你看開封 有人就在高樓拍外面的 這個狂風暴雨 打雷閃電 不斷 真的是讓人家覺得天有意象 結果所謂意象 還有更誇張的 我走在家門口看到什麼 看到小魚 看到小魚 你不要以為你走在家門口 看到小魚 你還可以在那邊自嘲 你剛看到小魚你就知道 這個水一定是淹到 河裡的魚都跑上來了 果然在開封就有一個停車場 被人家發現有好多的人 通通都去那邊 想要把車子給移開 有沒有看到他們都在推車 然後結果呢 結果推車或者看到魚 這就代表這個水已經是 出乎意料的高 出乎意料的深 不幸的消息傳出 一個幼兒園 有一個可能是警衛 所以就被人家發現 哇 他當時來不及撤離幼稚園 結果你現在看 畫面的左上角 有人在那裡撈啊 這不是撈魚啊 這是撈罹難者的大土 我的天啊 好 觀眾朋友 我們今天開始講到 台灣今天越來越有 防台的一個心情跟準備 你要知道 在中國大陸 兩個颱風也就是從海南 從福建 總是南方登陸 可是說也怪 山東 怎麼放也忘記居然出現 而且你看這是什麼 像不像我們口中形容的 颱風雲啊 是 這個雲 被山東濟南的民眾目擊拍攝 大家看 我坦白講 看到這種 一望無際的雲 又是火紅色星 你都會覺得毛毛的 對 看起來就讓人家覺得 當然 你說這是大自然的自然現象 但自然現象中也有奇異的啊 所以又叫自然中的意象 好 有人都覺得看到之後 是否也跟現在大家的惶惶不安 有連帶的關聯 這是一種預兆嗎 還有人去北京的巴達里長城觀光 好 去觀光長城 那當然就是在長城上跨步走 沒有 這人都不走 都躲在那個長城的那個有沒有 所有的能夠防風處或防雨處 躲在那兒 原因是這麼空曠的巴達里長城 結果突然狂風暴雨 一瞬間始料未起 污染就說來就來 這些人只好暫時就先躲在那個 牆與牆之間啊 很多人說 這次中國大陸的下禮拜 可能會面臨外患夾擊雙重的天然災害 這個星期開始呢 中國面臨更迫切的一個挑戰會是什麼 極端天氣 極端災禍現場 你看到了 超警戒洪水正襲擊長江流域 而且不容樂觀 為什麼 長江下游 摩托上海 迎來最強的暴雨 上海變海上 這個噩夢又要捲土重來了嗎 你剛剛看到那個影片裡面 在上海那個地方 我跟你講那個雷電交加 不是透過電影特效 你看它那個整個畫面 事實上在最近 大家會發現到 上海市這所謂雷電黃色 跟所謂的暴雨黃色的預警信號 已經開始生效了 為什麼你剛剛看到 整個閃電這樣劃破天氣 而且這個暴雨來得又快又急 你剛剛在畫面上面所看到 那個車子幾乎輪胎都快被淹掉了 那結果就有市民 他就出來講說 告訴你這個大雨好可怕 為什麼 自己家裡 你看被淹成這樣 他說他不斷地拿那個水 那個臉盆 一直不斷地往外搖水 可是我說真的 你這樣往外搖 外面的水就一直流進來 你那個能夠 咬到多少的這個水下去呢 所以大家會發現到說 哇這個暴雨這樣子一起 一起信號的時候 真的很可怕 可是呢 不是只有在上海這個地方 剛剛出現暴雨的情況耶 事實上 你可以看得到連在洛陽這裡 事實上 也遇到所謂的強對流的天氣 那我就講 其實以這種所謂的強對流的天氣 我覺得 其實他最可怕的就是 來得又快又急 你根本沒有辦法 有任何預防的機制耶 那我們就回來看 事實上在荷蘭這個地方 他其實過去有一段時間 就在發展這個所謂的購物商場 結果你在畫面上面 門都被吹歪了 那裡面的東西這樣吹進來 招牌什麼都被吹掉了 你知道嗎 所以大家就發現到說 這個雨啊這個風勢這樣來的時候 真的讓大家連走都沒有辦法走啊 好今天關注的是 中國上海魔都要迎來最恐怖的暴雨跟洪水 為什麼擔心 你來看看再往上游走 長江上游它調節洪水最重要的洞庭湖 水已經滿到城門口了 其實以洞庭湖來講 因為它本身是一個非常大的這個湖口 你在畫面上面所看 你有沒有看到靠近我們畫面的這一邊的時候 那個水都已經淹到半個城門高了你知道嗎 那可是呢 因為其實過去啊 大家覺得說洞庭湖有一個最大的 就是如果我洪水這個過來的時候呢 它可以做到調節的這個功能 可是你現在看到這個畫面 我們靠近鏡頭這一邊下方的 水滿到半個城門高 可是在另外一側在城門裡面 水淹不進去這個厲害了 所以它在這個地方當然是擋住的 但問題是呢 如果你的水在不斷的增加的時候 裡面也要淹了 有沒有可能這個慢過去呢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其實以洞庭湖本身來講 因為它其實具有這個所謂的旭洪 就像我們類似講 制洪池這樣一個功能 它本身其實有3471公里的這個堤防 那本來都是湖南啊 這座防汛抗洪裡面的這個主戰場 結果你現在畫面上面所看 它現在是擋住了這個所謂的防汛了 但問題是呢 如果水越來越多 現在這個城門外的這些民眾 也會非常非常的擔心 所以在這一次湖南省呢 就發布了什麼 今年第一次的這個 紅色暴雨的這個警戒 那你在畫面上面所看到 事實上呢 洪水你看喔 它不是只有一般的水而已 連土直流 甚至你有沒有看到 好可怕 有一個聲音在講 快點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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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呢 其實它在里縣的一個小村莊裡面 那那個水流 夾帶大量的泥土這樣子 一直往裡面沖 那那時候其實有一個餐廳的這個 老闆娘你知道 他本來在那邊 就反而覺得說 就淹水淹水 結果後來發現不對喔 因為土石那個力量代表什麼 那個水流非常的湍急 所以他就一直在吼說 趕快走 趕快走 大家趕快給離開啊 所以在湖南省 2024第一道的洪水已經形成 你剛剛看到畫面 源源不絕灌進了 居住的小區 社區 農莊 我就問 所以搶救洞庭湖大作戰 就等於搶救湖南大作戰 今天如果湖水淹漫出來的話 湖南省也要遭殃了 所以你現在可以看得到 對當地的民眾來講 就是過去或許有淹水 但從來沒有淹過這樣子 又大又急 所以你在這個地方 你就可以看到 這個車子居然上面 載了一堆的這個人 事實上就像畫面上面所這樣 因為他在30號的時候 有一個村民受困之後 趕快打電話給他這個村書記 村書記立刻開著這個 我們講這個 這個有纏斗的那個車子 趕快把民眾 就再 把他這個載過來 所以你看 好幾個民眾 都坐在那個車廠裡面有沒有 就這樣過來 可是呢 雖然有民眾就苦衷作樂 天啊 你真的是我們的這個諾亞方舟 但問題是呢 這個水是 如果這樣一直下去的時候 等一下等水退是一件事 水退後的這個 所謂的災後的復原 那對他們來講 也非常非常嚴重 所以我們剛剛從上海 開始一直走啊 走到這個 所謂的湖南 這個地方再進來 你看連貴州喔 貴州這個地方啊 事實上它也產生了 這個所謂的暴雨啊 還導致它的這個 武陽河的水位啊 不斷的上漲 那你看貴州喔 其實它之前啊 有很著名的景點 就是所謂的古鎮的這個景區啊 結果你現在畫面上面所看 你根本看不到道路耶 因為這些整個的景區裡面啊 全部都被洪水給淹沒了 而且你可以看到洪水的另外一邊啊 就是所謂的車子 你看它那個整個都垮下來 被水都衝過去 所以你如果這樣看過去 就會發現到好多住宅區的一樓 都已經不見了 甚至有一些這個大型的這個車輛啊 都被那個淹沒 那你想想看 道路都不能行走的這個狀態下 對於民眾來講 他只能受困在他自己的住宅裡面 沸騰的大地沸騰的海水 更劇烈的天候對流狀況 我們給大家來看到 好可怕 在接近北極基地圈 居然出現了38度的高溫 北極基地圈裡面 現在也拉緊爆了嗎 其實我們看到這個北極的基地圈 有很大的一塊啊 是因為它有這個所謂的涌動土 還有很厚的這個冰層對不對 但現在居然專家提醒說 北極海很可能要沒有冰了耶 那我們為什麼會提到說 會有沒有冰的狀況啊 事實上我們剛提到說 像它這個所謂的大的這個冰層啊 以科學家他們的算法說 如果你是低於這個 所謂一百萬平方公尺的 這個所謂的這個冰凍的面積的話 就會被稱之為叫做無冰的狀態 結果呢他們現在擔憂的是 北極海的冰最快在2030年9月的時候 很有可能就會完全消失啊 那事實上呢 因為這個整個我們這個溫室氣候的關係啊 本來北極啊 它的這個所謂的冰 就逐漸的在減少當中 可是呢專家原先預計是在2040年的時候 可能會發生這樣的情況 結果它提早十年 居然提早十年耶 那大家當然就發現到說 像我們這個所謂溫室效應 當然是因為人類排放的這個 所謂的一些氣體啊 或什麼導致這個狀態 可是你知道嗎 像在俄羅斯的西伯利亞這個地方啊 也出現啊非常奇怪很炎熱的這樣的一個狀況 但是你可以看得到喔 事實上啊它這個小鎮啊 叫做維爾霍陽斯克啊 他們現在居然高溫測到有攝氏38度耶 那過去其實在專家在研判裡面啊 就說你西伯利亞確實也不是說 每天都是冰冷啊或什麼 他們也會有這種所謂的高溫 可是呢按照正常的推算啊 專家說有可能十萬年才出現一次啊 所以你可以想像那個極地圈 應該是相對極寒冷的地方 跟台灣一樣熱耶 但是你剛剛講說應該要這個所謂的極地 應該平均是寒冷對不對 沒有喔 他們西伯利亞地區目前地表的均溫 比往年還高了10度左右 那這個溫度一上來的時候就早知道啊 你剛剛在畫面上面有看到 就像這個喔 它已經變成大規模這個野火燎原啊 那你想想看這個火一燒起來的時候 溫度是變得更高 那溫度一變得更高 不只是森林被燒掉 甚至連湧洞土都開始融化 所以呢我們剛剛提到說 像這個極地的整個的氣候啊 變暖的這件事情 對於科學家來講 這個真的叫做迫切的危機啊 天氣能有多極端 就看氣溫能飆多高 撒哈拉沙漠的風猛吹之下 北非摩洛哥居然飆出了超過50度的怪獸等級高溫 更恐怖的是 應該是正是非常寒冷冬天的南半球 居然出現了40度提早溶雪的情況 老天爺還不鬆手啊 今天給你看這段畫面 極端天氣下的暴雨肆虐 居然出現這一幕 你看看河水流過 結果你前面的那一洞 倒下來了 這是國防學院的 居然用這個方式被洪水吞掉 全世界四個字 水深火熱 各位觀眾知道嗎 七月份創下人類有史以來 從來沒熱過的七月 是 北京淹大水打破了140年沒見過的紀錄 夏威夷野火重創了美國沒見過的悲慘 是 過去了嗎 沒有 水深火熱還在四六月全球 我們從我們隔壁鄰居日本講起 是 各位 南恩颱風今天 今天登陸了合格山 是 合格山然後要穿越整個日本過去 又是穿星臺 對 而且 現在日本正在風大雨大之中 是 好 我跟大家 你如果現在關係地區裡會很慘 到機場的接應的班車列車全部停死了 這衝擊大了好多人要去大阪耶 總共有五萬多人 都被擋在機場外面 機場裡面所800輛航班全部停死 好 你看這多嚴重 八萬八千戶停電 而且最重要的是 京都 我們大家都很熟京都 京都還不在這個登陸範圍之類 現在京都被大水整個給淹賣了 好 那除了南恩颱風之外 居然在海上出現了水龍捲 你說 他才準備要襲向日本 已經出現水龍捲了 水龍捲了 那 你看這個水龍捲 哇 看不到都嚇人 你知道嗎 從水面上 啪一下整個捲起來 然後 日本已經發了 紅色警報 是 好 日本 是南恩颱風 今年第七號颱風在襲擊 那 馬老師 印度沒有颱風啊 對啊 印度現在 季風雨 下在它的北部季風雨 聽起來比較溫和吧 對 開玩笑 剛才我們一看就是 這都溫防衛學院 這是班納達河 你看這都溫防衛學院 只剩下一個紅色的屋頂 還掛在上面 下面的房子 已經全部都不見了 為什麼 就是因為它被湍急的河水 把下面的地基給整個拋紅了 好可怕 就這樣倒下來 我告訴你 九人死亡 十七人失蹤 是 十中的 凶多吉少 好 那是不是這個呢 不是的 我 西姆的 大家都知道 台灣背包客很愛去的地方 因為它 海拔兩百 兩千兩百公尺 兩塊 兩塊 背包客去 結果各位看 它的神廟 被土石流衝下去 土石流 哇 把整個神廟給淹賣了 是 對 那信徒裡面 十六人被淹賣在裡面 二十人還不知所蹤 凶多吉少 凶多吉少 所以你看 土石流看到沒有 快跑啊 還在看 你看 我告訴你 在這個神廟旁邊的四十公里 是 兩個村莊被淹賣 整個被淹賣 那是滅村的概念 但是還好 他們有警報 你看看這個畫面 你看這就是滅村 看到沒有 他還好警報 人員先撤 沒有了 偷沒了 七個人 葬命 對 七個人葬命 他有先撤 看看吧 中土石流 吹苦拉雪 通通沒有了 兩個村子 都不見了 然後神廟 整個被淹賣 所以你真的 無法想見 這個 嘴深火熱的恐怖 好 那 除了印度之外 旁邊緬甸 我一定要給大家看緬甸 緬甸恐怖到什麼城市 各位看 這是緬甸 它是非法玉石礦石的這個 圖 圖 下暴雨 各位看 整個塌下來 看到沒有 垮下來 掉到水池裡面 這個 你知道 這個 來 我們看照片 這可能看不見 各位觀眾 來 我們找不到 你知道這個 土堆有多高嗎 哇 這個很垂直陡峭 180公尺 六七十成龍高啊 180公尺 所以你不要以為 這個很窄 那從這裡整個垮下來 那這上面 有人 三十六個人 跟著下來 掉到水裡去 三十六個人 全部垮下 掉到水裡面去 然後礦工說 這個土堆 掉到水裡面 變泥巴架 是 沒有人可以在裡面 要知道喔 救都沒有救 我們過去每一次只要這種 礦場 出現這種事都是世界頭條 可是偏偏隨著極端氣候 頻率越來越高啊 我告訴你 我就不知道緬甸政府是幹什麼 2020年 是 大暴雨 這裡也垮過一次 你知道淹了多少人 多少人 170人 天啊 人力不是命啊 170人 創下亞洲礦災死亡最高紀錄 是 是 就2020年才不久 這一次又掉了三十六個人進去 老師哥我們看到了 這一個池水是洗浴的池水 很深耶 為什麼緬甸政府這樣草菅人命 因為浴池是90%都從緬甸出去的 好 所以緬甸的政府 他必須要這個來賺美元 來維持他的政權 好 我們看完了第七號颱風 蘭恩颱風 我們來看第六號颱風 卡盧颱風 他的上一個 卡盧颱風 各位知道他除了重創日韓之外 北韓受傷很嚴重 北韓怎麼了 因為北韓第一個 森林砍伐太嚴重 是 所以隧度保持 第二他基礎建設太差了 對 所以北韓這次受到重大的危機 好 重大的危機來看 金正恩知道這次慘了 他表情很凝重 不是 他踩在梨裡面 各位看 從來沒有看過 他就直接踩在籬巴裡面 給北韓人民看的 他整個皮鞋跟腳 都踩在籬巴裡面去了 看到沒有 為什麼 因為他給北韓人民看 然後他講的重話 我一定要練給大家聽 他說 此區官員對國家措施漫不經心 沒有採取任何行動 所以損失比其他地方還要嚴重 我告訴你 會不會病掉啊 嚇死我了 當競爭人講這種話的時候 有人人頭要落地了嗎 人頭要落地 如果你懂的話 俄羅斯從來沒被颱風侵襲過 對 四千戶民防被整個大水淹掉 也很嚴重 好了 我們講完第六號颱風卡魯 我們不免要講第五號颱風 杜蘇瑞 杜蘇瑞 所以當然造成了這個北京河北省重創 對 現在 整個水你看這是黑龍江耶 這個東三省的黑龍江也這麼嚴重啊 啊 我告訴你 在內蒙古吉林黑龍江有這麼嚴重 我要跟大家講 你不要看這個覺得驚心動魄好玩 世界的良荒很可能要產生了 你知道中國是大陸是世界稻米的第一產 第一產出口國 對 這個地方被淹的地方佔了它的四分之一 哇這個傷心動骨了這一下 就在中國大陸被稻米被淹的時候 對 泰國因為缺水 叫大家說為了省水不要種稻米了 印度宣布百米不要出口了 大家都把它當戰略物資了 我告訴你 現在今天 是 已經飆到12年的新高了 還沒完 這只是剛開始 當大陸東北欠收的時候 他要去買啊 全世界的米價 是 都要一彪沖天 包括黃豆 所以我們也會受到重大傷害 好 我們看完了 颱風颱風颱風 季風雨暴雨 這有水深啊 水深火熱 火熱 好火熱各位看 義大利西西里島的埃特納火山又爆發了 我講了好在天上介紹過很多次埃特納火山 為什麼介紹它 它全歐全歐洲最高的火山 是 3324公尺 這比較什麼意思 它這麼高 3000多公尺 它一噴 那威力更是驚人 不是 那就進了那個氣流 氣流 氣流帶著全世界去了 它上一次噴發是1992年 是 30年後居然又噴發了 這個簡直太可怕了 好 那除了這個我真的覺得現在全世界最可怕的地方 我覺得是在埃及 埃及 為什麼埃及最可怕 第一個 埃及 現在你知道 沙拉哈沙門有一個熱浪撲過來 埃及現在45度 哇 也很熱欸 45度還不是最熱的 那馬老師有什麼 因為 埃及政府居然 提出限電措施 限電措施要到8月底 這是謀殺欸 45度你不讓我吹冷氣 那我先講埃及什麼限電措施 就是一區聽白天停電 一區黑夜停電 輪流白天黑夜停電 都不行啦 白天45度沒有冷氣 你完全受不了 是 晚上你說比較冷了對不對 沒燈沒電視沒網路沒冷氣 我看你誰受不了 要到8月底 所以白天 所有人都到黎柔河去泡 沒辦法 沒冷氣啊 所以大家都到黎柔河去 像下水餃一樣 全部都跳到黎柔裡面去泡到 我再跟大家講 現在整個埃及裡面 最紅的三件事 第一件事就問 你為什麼把天然氣還賣給到歐洲去 我們停電圈這樣子 你還賣天然氣 好 我一定要跟你講一句 我實在覺得很好笑 埃及的首富億萬富豪 他都受不了 他出來講一句話 一定要給大家聽 他說 埃迪森死的那一天 全世界關燈一分鐘 全世界現在只剩下 埃及人還在關燈緬懷埃迪森 好悲催啊 馬老師告訴我們 熱熱熱熱忍 尼羅河變成最後的救贖 來看這個地方 伊拉克 我今天看伊拉克的消息 居然熱破了50度 而伊拉克現在幾乎為這一個 正在干涸的湖泊 為什麼湖泊的消失這麼嚴重 我跟大家講 伊拉克被戰火摧殘的不像樣 是 結果現在又被老天摧殘的不像樣 是 聯合國列出了五個國家 是被老天摧殘最嚴重的國家 五個國家中 有一個就是伊拉克 伊拉克已經 我們說火熱就是燒一燒對不對 對 它已經連續乾旱四年了 哦 四年都沒水耶 對 好 大家看這個是它最有名的湖 阿巴尼亞湖 這是它觀光最盛的地方 對 本來吸引大量的外匯 大量觀光客來 注意看 現在旁邊一個觀光客都沒有 你沒水我還來幹嘛呢 哦 這是以前漂亮的時候耶 這是以前漂亮 好 我跟大家講 它以前滿水位的時候是 三十三億立方公尺 現在 不到五億 差太多了 不到五億 所以 所以它這個 湖岸邊一直倒退 一直倒退 一直倒退 不能倒退變爛泥 爛泥 觀光客根沒有辦法走下去 是 所以除了孤獨的鳥之外 什麼東西都沒有 所以伊拉克 除了戰火之外 現在 太陽公公也在摧殘伊拉克 我們一定要講這個 因為這是中國第一大淡水湖 一個最大淡水湖 現在只因為兩個禮拜太熱 熱到變小 熱到變瘦 你知道你現在從空拍圖去看 你會發現 鄱陽湖有點怪怪的 哪裡怪 有很多地方是干涸的 好 那干涸的地方 就是它開始縮小的面積 甚至你會看到那些草都冒出來了 好 你知道其實鄱陽湖 在去年的時候呢 它消失了大概差不多有 不到四分之一的面積 就露出了一個叫大草原跟洛新墩 這兩個 可以辨別它干涸的這樣的一個程度 可是今年目前還沒看到 但今年它縮小的面積是比去年大的 那很多人會問問說鄱陽湖 鄱陽湖在長江以南 江西以北 它既然成為中國第一大淡水湖 它不能縮水 因為它成為了長江中下游 很重要的一個灌溉水系 你知道它有綽號叫什麼 它叫江西之聖 所以說不要說只是江西 整個長江中下游的灌溉 都是照鄱陽湖跟其水系所創造出來的 那現在兩個禮拜就縮小是四分之一 那接下來八月 九月呢 現在很多人都擔心如果鄱陽湖 再這樣縮下去的話 我不要說我們都不希望會看到大草原 跟這個洛杏敦 但我們真正最希望的還是不要再熱下去 到底能熱到什麼程度 專家口中10萬年來最熱的一刻 給我們見證到了 美國的死亡股居然標出54度高溫 而在南歐的西西里島 義大利48度的高溫 南歐是可以熱到一個什麼程度呢 歐洲其實我們要把焦點聚焦在西班牙 其實西班牙當初我坐在這裡 我就跟大家報告過 我說三四月的時候巴塞羅納大火 這個森林大火可不單純 三四月耶 在歐洲耶 你能想像巴塞羅納會到大火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有在預估 有沒有可能七月熱浪來襲的時候 它可能會再燒一次而且更嚴重 果然我們真的是 我們也不希望它發生了 它發生了 在哪 它在這個我們所說的 拉帕馬島 拉帕馬島本身就是火山島 所以它不能燒 它如果燒的話 它一燒起來會有點一發不可收拾 結果它不小心現在真的燒了 這一把火一燒下去 對於我們的經濟 對於人類的生活 帶來什麼樣的衝擊跟危險 我覺得除了森林大火這些 我們看到的數目都不見了 很令人覺得很惋惜之外 那些民眾他們也不願意 離開他們的家園喔 但是真正最大的 還是我們講的蝴蝶效應 還是我們講的連鎖效應 就是剛剛所說的經濟損失 一個西班牙燒 竟然可以導致全世界的橄欖油 價格暴漲 你不信 英國 英國人就說 其實為什麼我繼續去買橄欖油 一瓶假設以前是買300塊 現在要450 為什麼漲了快50% 因為我們剛剛所說的 這一些歐洲的森林大火 導致均溫升高 所以橄欖它活不下去 橄欖 報告君先生 它已經是很耐熱的植物了 它現在活不下去啊 所以全歐盟又生產了全世界三分之二的橄欖油 那你今年比去年少90萬噸 物以稀為貴 當然它也就跟著 通通都漲價 五七暴新聞的所有好朋友 你們給了我百萬的訂閱 真的無限感激 我要跟大家更幸福 再一次謝謝你們大家 同時請介紹更多好朋友 來支持五七暴新聞 俊項還有優秀的五七暴新聞團隊 會繼續為大家每一天 挖真相 請問一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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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七暴新聞 請問一周 請問一周 五七暴新聞 請問一周 最終的 情報 請問一周 請問一周